水星逆行的人你们不可怕 是别人觉得可怕而已 没什么的 水星经常逆行 一年要逆个三到四次 一次二十几天 所以其实水逆的期间 算起来有四个月左右 那么出生的孩子就会人数不少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水逆时间出生的 请你在各大网站找输入星盘的部分 然后输入你的出生年月日时间 如果水星有逆行 那么水星旁边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符号 那就代表return 代表它正在逆行中 那么你就是属于水逆的孩子 水星只要一逆行 天气就变化了 三溪就不这样了 还有严重的沟通不良 常常会产生言语上的误会 或记忆没有会跳 所以如果你是水逆人 你是不是会很衰呢 各位水逆人不要紧张 星盘里有水逆不代表你会倒霉 事实上水星逆行的人身上的某一些特质还蛮有意思的 反而是好的哟 比如说第一 说话很谨慎 在他们的脑袋结构里面 很多话是没有办法冲口而出的 他们是属于想很多的那种类型 你把水逆想成他们在话说出去之前 先在自己的脑海里白转千回两转 他才能够说话 反而这样的人如果要沟通的话 他是会先打草稿的 他是会先想好后果的 所以有时候反而会让人觉得 他是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啊 因为他们想太多了 你要多鼓励他们 要告诉他们说 不会你讲得很好 让他们对自己的说话表达有信心 第二个特质呢就是 他们有分析性的人格 其实这是一个优点哦 他们比较不会那么的主观 很多事情呢 他们不会轻易的陷入为主 因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 所有的事情都是复杂的 相反的水星如果是顺行的孩子 他很可能后天把事情想得很简单 所以会脱口而出 所以会侃侃而谈 但是水星逆行的人不一样 他觉得事情一定有很多内情 他先搞清楚 他才能够去揣摩 反而会觉得他们是属于 会去研究很多细节 然后再回来跟你谈这件事情 因此分析研究的精神 他们都非常的具备 第三 他们很可能会经常 对自己的不会表达 感到很抱歉 所以会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话 或者是他们写文章 也会不断地修正他们的措辞 等到这篇文章已经过了 他这一关 反复的检验都没有问题 他才会能够放出去 所以这一类的人 他们也很适合当编辑 当作家 因为他们的文字 就会变得很精炼 也很有效果 第四 他们通常是鹿吃 我们都很清楚 水逆会让我们折反跑 是的 这样的特色 放在水逆人的身上 他们也经常会折反跑 那折反跑的原因 不是他们妄动妄息 而是他们真的不认得鹿 而且水逆的鹿吃 并不会影响他们开车的欲望 所以他们既开车 肉入吃 这是非常危险的 综合我上面所说的 你们会觉得水逆的人 很倒霉吗 不是哦 相反的 他们拥有不一样的水星能力 而这样的不一样的水星能力 就会使他们在各行各业 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去发挥 所以咯 如果他们从事像我刚刚说的 也是一样是需要表达的工作 他们是属于做好功课在表达 或者是自己常常很紧张地 准备很久才表达 所以其实他们的表达反而是精准的 就比那些天生投资很好 天生不会迷路的人更谨慎 而这样的人反而能够成为 专家或专业人士 因为对他来说 这份能力实在得来太不易了 所以所有的水逆的人 你们反而会是水星界的翘楚哦 那坏事呢 就是你们就会比别人慢一点 或者是大飞粥浆一点 不过这样得来的果实也特别的甜美 不是吗 水逆行的人在水逆期间会复复得正吗 不会 并不会复复得正 水逆人的这个水星逆行是他的性格 然后可是我们讲的水逆期间 这是运势 水星逆行的人 还是要注意水星逆行的时候 该衰还是会衰 好 加油 当你检查自己的心盘的时候 你会发现 也许你不只有水星逆行 你可能还有其他行星逆行 那么其他行星 我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咯 打不倒我的 只会使我更强大 各位 你的人生遇到危机了吗 遇到低潮了吗 当我们遇到觉得是绝境的时候 我们身上有什么能力 可以使我们绝处逢生呢 白羊星座的朋友 你们是非常有领导能力的 或者我不屑跟一群人相处 我也没有什么想领导谁的欲望 但是我做好我自己总可以吧 所以白羊星座的人 只要你能好好发挥你身上的特色 一般来说 你应该不至于招来什么绝境 人生是往上走的 但是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你很有个性的这件事 既能让你成功 也能让你失败 因为很有个性的人 可能就不听劝耳朵硬 或者是当你壮大了以后 你必须转型 可是你并没有很好转型 你还是把一切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那么当外界的时空开始流转 你有可能就会遇到绝处 所以绝处逢生这件事 很需要你发挥身上的一个特色 就是合作能力 也就是说 当你学会信任别人 愿意纳入别人来成为你的团队 那你的人生怎么会有失败呢 金牛星座的朋友 你们身上有一种能力 叫做吃苦耐劳 所以其实以吃苦耐劳的本质来说 你们突破困境 最好的方法就是坚持 以及拿出努力不懈的精神 吃苦当吃补 即便出身多么的高贵 但是说挽起袖子来苦干 就挽起袖子来苦干 这一点耐力或这一点能力呢 那绝对是别的星座比不上的 但是不要太安平乐道好吗 因为你们很坚持 有时候呢收入不多 你也能够在那有限的收入 你做一个不错的安排 所以我很担心 你因为少少的钱 也可以把自己安排得很好 然后你就不屑赚大钱了 这是不行的哦 双子座性格非常的好胜 而这个好胜也会使你们的绝境方面呢 就会反而努力的去克服它 因为你们会发挥你们的创意哦 比如说在人际关系上如果受挫 我没有办法在一个公司生存 那有什么关系 那我就来做老板 所以有时候绝处呢 反而会激发了双子的斗志 激发了双子本来不想做的事 都能够开始去做 可是我要提醒双子座的朋友哦 我知道你很坚强 但我就怕你的坚强是远出来的 当你不生负荷的时候 或当你其实有点脆弱的时候 你就不要再装坚强了 因为装坚强反而会让你自己 呃呈现一种很容易被折断的状态哦 那反而会导致真正的挫折来临 必要的时候让自己柔软一点 或适时的用幽默的角度 去看待自己的软弱 我个人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哦 再来就是巨蟹座了 巨蟹星座在我看来呢 也是自尊高能力强的族群哦 没有安全感的你们 一般来说不会让自己的人生走入绝境 因为你们很害怕这种 失去保护的感觉 所以一向来说 应该都是走在一个轨道上吧 但是由于你们的情绪 非常的容易焦虑 而且有时候呢 可能行走江湖 难免会受到一些阻碍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陷入一种 你自己都不了解的焦虑当中 那我给巨蟹座最好的建议就是 请你把你的恐惧跟焦虑说出来 当你说出来 然后透过周遭人的反应 或者是说出来以后你会发现 诶本来在你想象中 那么大的一个麻烦 在别人看来其实还好 甚至于他们有很多很理性的解决方案 那你的焦虑就可能瞬间就化解了 你就会发现原来绝处有一半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悬崖好像也离你还有一段距离 我相信那个时候你就会好很多了 试字座也是一个很矛盾的综合体 你们是没有自信跟太有自信的综合体 所以有时候会在你们身上呈现出 一下讲话很高傲 然后一下子又非常的谦卑 所以咯 没有被人肯定 或者是从训乱归于平淡 这当中的不适应可能就是你们人生的绝境了 我必须这么说 有些人因为不知道怎么处理 他就会选择躲起来 或者选择把自己封闭起来 这一点就是我觉得绝境的用意了 你的绝境通常是要你放下过度的自尊心 放下过度高傲的姿态 然后你就会发现 其实平凡的你 或承认自己很普通的你 也能散发光芒 而且最终呢 我也希望试字座的同学知道一件事 舞台不是你以为的那样 舞台有非常多种 这个舞台上不了 上下一个舞台嘛 加油哦 你一定能绝出缝生 再来就是处女座了 处女座常常会招来一些小人 或者是打击 不过没有关系 你们本来就是很厉害的 很好学的 很勤劳的 所以越是困难 越能够开发你多样化的能力 就算你本来是家庭主妇 很可能先生出了什么状况 你反而开发了很多的商业能力 开始做起小生意 结果表现得比先生还要好 也不一定哦 所以处女座的朋友 绝处缝生的能力 可以说是跌破大家的眼镜 那话又说回来 因为处女座太喜欢挑战不可能了 所以这样的天性 有时候反而会在不对的人身上 卡关卡很久 也就是说挑战不可能这件事 如果不是用在人的身上 一切都好办了 天秤座的朋友 你们是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为了别人你就会无比的坚强 但如果为了自己 生活简单就好 说到克服绝境这一题呢 天秤座真的是比谁都需要伙伴哦 比如说伴侣也好 或者是他的公司 他的部下 那么他就会表现出无比的坚强 绝境也不算什么了 因为他觉得他们是一伙的 他们是一起的 大家一起克服 没有什么是克服不了 所以天秤有一个危险 那如果你是单个 自己一个人该怎么办呢 那么这个时候 你其实是非常需要目标跟理想的 所以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给自己设定一个时程 有了目标有了理想 那么我相信你就会一步一步的去克服它 再来就是天蝎座了 说真的 我觉得天蝎是一个蛮需要困境的星座 因为天蝎天生有小聪明 而且还蛮懂得判断一些情绪 所以简简单单他就能够把事情做得还不错了 不是吗 所以如果人生都是顺境 小聪明的天蝎往往做不了什么大事业 可是这时候如果出现有人跟你挑衅 或者是制造了一个好大的危机 让一个天蝎再也不能够安心的躺下去 他反而就会奋起去克服那个困难 而这个困难也可能会成为他人生的一道曙光 所以所有的天蝎座不要害怕绝处 因为绝处就是你终于逢生的开始了 但是我也要对天蝎说 当你成功了以后 请记得一定要放下仇恨 因为那曾经是你的力量 可是在你成功之后 它就会成为你的绊脚石 也会使你无法再向上 所以记得要放下哦 另外一个就是摩羯座了 摩羯星座的朋友 你们是心高气傲跟自我贬低的综合体 虽然你们有吃苦的能力 你们也有坚韧不拔的本质 而且你们也非常的希望努力往上爬 最终通常也能够往上爬 但是你们的绝境很可能就出现在你们个性的反应上 比如说在人际关系上就非常的吃亏 心高气傲很可能会弃走别人 自我贬低也会让你们在人际关系上使别人觉得很累 还有呢 你们的个性僵硬也使得可能周遭跟你分开的人 他们很可能就会说你的坏话啦 把你讲得很难听啦 所以我认为所有的摩羯座都要学会放轻松 以及学会相信别人 因为我觉得人际关系是一种互动出来的东西 所以当你改变了自己 你就能够相对改变你周遭的环境 你会发现成功没有那么难 然后你也没有必要那么的自我贬低 还有人生不一定要靠吃苦来累积 你要慢慢学会享福哦 水瓶星座的朋友看起来非常的坚强 或非常的理性 或者是有时候说起话来头头是道 你觉得他的人生怎么可能遇到挫折呢 那你就错了 水瓶座的这个外表呢 是装出来的 如果他真的遇到了什么人生的困境 他们通常会单逆在里面 因为他觉得他需要自己去摸索 他必须要搞清楚人生的方向 而一旦一个水瓶进入这个模式 就会有点像哲学家 很可能需要隐顿一下 很可能需要隐居一下 来找寻人生的目标跟意义 所以咯 一个水瓶座可能需要想通某些关节 他才能够从那个绝处的 或者是深渊里走出来 我们要多给他一点耐心 或者是陪伴 而不要拿世俗的很多事情来压迫他 射手星座的朋友 你们的守护星叫做木星 Jupiter 极星好吗 所以通常你们身上呢 都是会先有上天给你们的礼物 有时候运气太好 反而是你要担心的开始 就好像中乐透 反而会导致破产 是一样的道理哦 所以你要自觉自己的幸运 然后谨慎地使用这个幸运 否则的话 有一些射手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承受了很多幸运 然后甚至导致了 你可能开始傲慢 你可能开始轻忽 所以很多不当的射手能量 可能会导致有的人乐观过度 或者是笃性坚强 或者是开始觉得胡作非为 也无所谓 那么那就是导致失败的开始 是这样的滥用幸运才会导致你们的绝处哦 所以请射手座注意这一点 双鱼座在绝境中生存的能力 是十二星座当中数一数二的 而且你们其实适应能力很强 然后让自己人生往上爬 简直就是绝处逢生的正能量 可是 我必须说 很多双鱼座呢 有逃避现实的这个能力哦 有很多时候你已经有了某一种我们很看好的能力 但是你觉得哎呦我有瓶颈 我有困难 然后你想逃避的时候 说真的 你旁边也有真的很多路可以让你逃 那不就是好不容易成功的地方 你又把它放掉了吗 所以这种逃避现实 又造成了你生命中的下一个障碍 或下一个绝境的可能 可以这么说吗 你们是不是很喜欢找绝境啊 这是不是有点是你性格中的缺点呢 双鱼应该去思考一下你跟绝境的关系 最后来总结一下 我个人认为人生一定有低潮 就像运势有高有低一样哦 那为什么上天要设计很多低潮给我们呢 因为他要带领你迈向下一个高潮 所以咯 刚开始会很不舒服 刚开始也会觉得自己过不去 可是最终 很多很多人已经验证了这一点 通常就是那个低潮 是一个大礼物 它来开发了我们前所未有的能力 所以咯 突破你现在的低潮 我们期待未来的你 今天好正能量哦 怎么没有人拍手 不是吗 不是吧 我们期待的 我们期待我们期待下一个读物吧